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一早上的《卵静直击》 今天《直播室》有朱明亮Johnny 恒生指数今天最主要受到互联网监管的消息 以及部分蓝筹业绩不及预期的影响 所以今天大幅低开低走 低开接近五百点并且一度跌幅超过七百点 现在跌幅虽然收窄了少少 但也不能调以轻心 因为今天创了超过八个月以来的低位 最低位见过26596点 所以在牛洪证重货区域 我们见到牛征第一个重货区26800至26900之间 已经被收回了 目前贴价区域在26500至26600之间 这里亦是最多街货区域 至于洪证方面 虽然上周五看到恒生指数 有大幅的回吐 但整体洪证加仓水平 都不是很显著 洪证的重货区 就是28500至28600之间 恒指日内的波幅加剧 如果薄反弹 今天建议大家用刑购证去部署 留意 发兴恒指的认购证 它的行使价是28500点 今年12月底到期 提供的杠杆有12.5倍 如果认为恒指还有机会向下试 在此介绍一只贴价恒指 发兴恒指认购证24249 24249的行使价是26700点 属于轻微价外的波幅 到期日是今年10月28日 提供的杠杆有11.2倍 在跌市内 看到优质股份有资金吸纳 其中腾讯就是最多资金趁低捞底的股份 博腾讯反弹 可以留意发兴恒指认购证18111 18111的行使价是595.5 提供的杠杆有8.9倍 今年的12月底到期 至于港交所方面 未来这么多监管的条例 益了港交所 因为越来越多IPO 将会由美国转为在香港上市 如果看好港交所 可以留意发兴港交认购证17600 17600的行使价是550元 到期日是今年12月初 实际杠杆有9.2倍 再重复一次 恒指认购证可以留意 发兴恒指认购证15831 认购证24249 腾讯方面认购证可以留意18111 而港交所方面认购证可以留意17600 多谢大家收看 i name in our Planet i name in ourko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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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